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夢 歡迎回到做漿草的超能力 今天呢我們邀請到一位 教大家如何快篩而爆紅的女孩 讓我們一起歡迎婷莉 哈囉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林婷莉 我是泰雅竹 大家可以叫我阿莉 阿莉是足語的 竹筍的意思喔 我今年22歲 現在在KB14的TNTB的二群 對不對 好那現在我們想問一下婷莉喔 之前啊 之前快篩為什麼可以這麼美 其實我有一個小怪癖 我自己很喜歡拿那個衛生紙 捲著那個細細的 然後挖眼紅 我自己平時也有這個習慣 因為我鼻子很容易過敏 然後我這樣挖挖挖打完噴嚏就好了 太可愛了 所以我那時候在拍攝的時候 其實好像就覺得 蠻輕鬆的耶 沒事還是別亂挖鼻孔喔 一開始是因為可能快篩爆紅 然後讓非常多人認識你 可是其實呢 應該有一些粉絲是之前就有認識你的 想問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啊 那你當時有什麼契機可以加入 AKB48 TeamTP的呢 我記得兩年前是我高中剛畢業 沒多久 粉絲們也都知道我是沒有讀大學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找不到 我想做什麼 我沒有學過表演這件事情 可是我一直很想做 就想說就什麼事件都抱抱看 結果沒想到我們公司就很榮幸地選上我了 我就覺得很開心可以成為女團然後發片 剛剛有聽到就是你有說自己是 AKB48 TeamTP的這個 第二期研究生 那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研究生是什麼意思嗎 研究生就是要一直不斷努力的練習才能升格為正式生 然後我是二期進來的 我們有分一期二期這樣 然後有三期三期快要加入了 女團成員她一整天的作息大概都要做些什麼內容 我們以舞蹈最為主 因為舞蹈是真的是需要花時間的 我有算過一天就練八個小時 記舞跟排隊形 這是最難的 然後唱歌其實就是八歌的時候都會有錄音 然後在之前都會上唱歌的課 都會自己做練習 一整天下來其實就是做這兩件事情 唱歌跟跳舞 因為每個月都有公演 自己有時候練到都不知道 真的有時候表演要記的東西太多 因為我們公演都是要表演失手的 那你有沒有遇過一些比較辛苦的事情 有些動作比較高難度就是要跪地板 所以腳都會有歐車 不小心會自己讓自己受傷 那時候就會覺得 哎呀受這個傷沒關係啦 這樣 反正這就是努力的代價 跳舞就比較會碰撞 有時候你會不小心撞到成員這樣 當下在表演你也不能對不起 你就只能先偷妙先看他沒有受傷這樣 這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真的是團體 真的要是一起出去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要互相cover 然後互相幫助彼此 這個是需要磨合 所以比較辛苦 因為我也是加入團體才知道 不是只要做好自己 其實也要陪伴身邊的人 然後也要互相這樣子 對 剛進研究生 然後到現在兩年半 你自己心境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不同 我前兩年進來的時候 就是完全不敢講話的人 就是我是個性蠻內向的 我不敢去跟別人說話 我也一定要人家跟我說話 然後不敢表達自己 但是因為透過表演之後 才敢表達自己內心的 想表達的樣子 就才知道原來 我喜歡做這些事 原來我會做這些事 原來我可以做這些事 好像就一直在抓那個 表演是怎麼去表演的那個聆聽力 而反而有更多面 不是只有一個面 就是害羞的聆聽力這樣 阿力呢除了是偶像之然 你也有出演過電影 而且這部電影 你還是擔任女主角 對對對 那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她要選的這個女主角 隔一年呢還找不到 然後就剛好就是 因緣機會下 我就去參加了這個實境 就跟導演聊完之後 她覺得我們在聊一些 比較深入的家庭背景 然後她這個角色就是 家庭背景跟我家庭背景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可以出演這個電影 我是擔心家庭長大 所以其實我在很多事情上 我是沒有有一個資助的 有一個避風感 所以其實 就是 唉唷我不是 就是每次說到家庭的 就是因為打工 讓我學習到 原來我可以 就是我沒有這麼 這麼封閉 就是我還有很多人 願意跟我聊天阿 或者是 反正就是 我就沒有那麼害羞了啦 就是敢跟 敢跟人家接觸這樣子 對 會啦你已經很棒了阿 抱一下 加油 kägood 抱著 所以就從小到大 其實你也 算是有點被迫自己要早點 早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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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早點早完早 好像就 可是因為有這些工作 就是打工的 學習的能力 所以讓我其實 比較可以快快適應這個社會 因為我很早就出社會了 所以其實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不會這麼的難 因為以前如果太方便的話 你反而做不好那一件事情 當然真的要感謝 那打工的 因為我都是做服務業比較多 然後也可以就是 在學表演當中就發現 原來我真的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好像都不可思議 以前會覺得自己做不到嗎 以前會沒有自信 因為我沒有媽媽在 所以其實 我在做什麼事 沒有人告訴我什麼是對的 跟什麼是錯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摸 自己去找 就我說為什麼廁所 是我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是因為 我在外面遇到的事情 好像只有自己 可以跟自己說話 然後所以每次躲到廁所的時候 就覺得 很不容易 對 很多事都不容易 然後在外面我就想說 怎麼辦 我要跟他講什麼 我不可能要回罵老闆吧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也不可能就是做錯事 你就是要承擔啊 可是你當下也沒有人告訴你 你很棒啊什麼的 所以你就要告訴自己 一直告訴自己說 你真的很棒啊 你會很多事啊這樣 因為我覺得好像很早就出社會了 好像可以去工作 可是沒想到又有更多 更多難題在前面等著你 但有好有壞啦 壞的部分是什麼 還是要需要自己來啊 很多事還是需要自己來 不變的 唯一不變的 但就是考的就是 原來你經歷過這麼多了 而且會不會就是你從小經歷的這些 就是被迫成長的經歷 反而是一個你在 就是演出一個很好的 一個養分 然後可以讓你有更多的 那個心情上面的轉折 嗯 對 對自己的期許跟目標 不管是女團跳跳舞唱唱歌 或者是在拍電影的我 我都覺得我一直在學習不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我很開心也很幸運 能做這麼多事情 然後我家人也都常常跟我說 那開心最重要 然後對自己負責任 然後所以我就希望 自己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然後就是開開心心做就好 嗯 就像現在這樣一直傻笑 一直傻笑 一直很傻笑 呵呵呵 然後就會很放鬆很放鬆很放鬆 你就可以真的做到自己想要的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謝謝阿莉 可以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女團的故事 還有她自己的一些人生經驗 大家如果喜歡她的話 可以記得去追蹤她的IG喔 也歡迎大家呢 在Youtube上搜尋 做薑茶的超能力 要開啟小鈴鐺 然後按訂閱 耶 太棒了 好 如果網友們還想聽 哪一位女孩的故事的話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今天謝謝婷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於是 那一刻心動 我開始心動 彼此某某又動動 所以 那一刻心動 徘徊的心動 持續很久 很久 嗚呼 往前 微笑 插